诸葛亮定法制处,他当着众文武把这法条这么一念,法证啊,过来,他告诉诸葛亮,说您这法定的太严了,当年的秦国就因为法律啊,太暴虐了,逼得老百姓都造了反了。 后来呢,汉高祖刘邦靖官约法三章,灭了秦国,高祖这三章法呀,是非常之宽啊,深得民心,汉高祖这三法是什么呀? 就是说杀人者死,伤人即盗敌罪,把秦朝的科法是全部废除啊,所以高祖成功了,建基立业四百年。 您今天定的这法有点太严了,诸葛亮听着这儿笑了,他告诉法证,说孝直啊,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,你说的对,但是有一样,今天我主刘备定西川,跟当年高祖刘邦靖官约法大不一样。 当时秦政暴虐,定的那法呀,过于严了,老百姓受不了了,那叫官逼民法。 后来呢,汉高祖一入关,约法三章,很得人心,把秦朝的那些科法都废除了,老百姓啊,感念刘邦之恩情,所以刘邦建了基业。 说今天咱这西川,那样可不行,怎么回事儿,你还不知道刘章吗? 刘章在西川这二十几年呢。 这二十几年,他把西川治理得怎么样啊? 刘章一塌糊涂,因为刘章暗若,他不会治国呀,就是说该赏不赏,该罚不罚,有法没人医,有法没人执,执法也不严呢。 刘章之所以失败,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。 首先说他宠之以为,为己则残呢,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,你给他很高的爵位。 他做了大官了,他就胡作非为,残害百姓呗。 顺之以恩,恩节则慢呢,他没有什么功劳,你一个劲的赏他,稍微有一次没赏,他就不跟你干活了。 赏罚不明,相臭不分,这国家能好得了吗? 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,和刘章是大不相同啊。 有功我就赏,有过我就罚呀,有多大的财血,受多大的禄,有多大的功劳,尽多大的绝,王子犯法,庶民同罪。 诸葛亮这一番话,法正是从心里往外,那么佩服。 他身识一礼,军师高见,军师之法在西蜀实施,我蜀中必然是繁荣大致。 诸葛亮的智蜀之法望外三一公布,西传四十一周,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。 哎呀,田地都归了家了,复义也轻了,也不打仗了,哎呦,把老百姓给乐的呀,没有多久啊,这西传四十几周啊,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。 好,尤其成都这地方,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,幼者后,公买公卖,路不时宜,夜不庇护,好一派生腾的景象。 哦,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。 西蜀这一大志啊,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。 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? 刘备和诸葛亮娶了西川了? 好啊,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,有了地盘了,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京香九郡呢? 这不行啊,他借我这地方怎么给我啊? 孙权马上召集文武。 你们说这事怎么办吗? 中文武一听,以主公之见,马上起兵啊,兵发惊中。 咱把这地方夺过来。 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,微微一笑。 主公,这又何必? 江东才几天没打仗,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,身体养。 四部,要按你这么说,难道就把京香交给刘备了吗?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主公即便讨还京香,也不必行尸动众。 不行尸动众,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? 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。 我这个主意,您只要按照这个办,刘备自然,把京香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。 孙权一听,那好啊。 自布,我听听你的高见。 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,他倚仗的是谁啊? 当然,是关张猪将,不是,是诸葛亮。 对对对,那可称得起,是刘备的左膀右背啊。 自布啊,你说对了,诸葛亮又怎么样? 嘿嘿,主公您怎么忘了? 诸葛亮的哥哥,诸葛锦,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? 今儿个他没来,听说在家里不太舒服,您啊,就把诸葛锦满门老小,全都捉起来,给他下狱。 然后就让诸葛锦到西川,去见他兄弟诸葛亮。 为了荆州,我全家都下狱了,兄弟你看怎么办吧? 诸葛亮能不管吗? 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。 跟刘备怎么一说? 刘备,惹不起诸葛亮,他得罪不得他,就立刻就把京香九军还给咱,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? 哎呀,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照起来,怎么回事? 你这主意倒是不错,不过我下不去手啊。 为什么? 诸葛锦对我是忠心耿耿,那是一个人厚的君子了,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? 张昭一听可道是,诸葛公,您可以把诸葛锦请来,当面跟他说清楚,告诉他个底儿,这是一个计策,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,就给困在府里吧。 您再让诸葛锦去,这不就行了吗? 嘿嘿嘿,自不,这个办法不错。 乐得孙权啊,当晚就把这位诸葛锦先生请来了,把这个底就交了。 诸葛锦一听,那我去吧。 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,这是一个计策,就是真的捉起来,那我也没办法,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? 我就得去。 那么你打算多阵动身呢? 事不宜迟啊,我明儿早上就走。 第二天,诸葛锦呢,带着十几个从人,就奔西川来了。 他心里有事,赶路就急啊。 不多久,来到了西川,到成都这儿,说求见诸葛亮,军事的哥哥来了。 刘备这么一听,诸葛锦干什么来了? 刘备害怕了吗? 没有,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。 江东只要一来人,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? 刘备心里都哆嗦,因为跟人借的地方,总怕人家要,现在不怕了。 我得过西川来了,现在要地儿有地儿,要兵有兵,要粮有粮。 干嘛?想把京香要过去,没那事,这地方不给了。 不要,我这儿还一肚子不痛快呢,要就更不行了。 这是诸葛锦来,因为是军事的哥哥,换了别人呢,我不见他,让他等等。 刘备吩咐完了之后,跟诸葛亮商量,我说,军事,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? 诸葛,这还用问吗?一定是为了京香九郡,找我来了。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? 诸葛,难道您又担忧了吗? 没有,军事,你看不出来吗? 诸葛亮乐了,我看出来了,我看咱们就这么这么这么办。 诸葛,您瞧这办法行吗? 这个办法不错,军事,那您就去安排吧。 诸葛亮接出来了,一见他哥哥诸葛锦,没往家里让,把诸葛锦当即给让到了管义。 诸葛锦也没多想啊,来到管义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,还没等喝一口水呢,这位诸葛锦是放声大哭。 诸葛亮这么一靠,哎呀,哥哥您这怎么了? 怎么这么难过,这么伤悲啊,出了什么事了? 是不是一位京香酒郡,小弟连累了兄长啊? 难道说,无主孙权,委屈了您不称吗? 哎哟,诸葛亮不问还好点,这一问啊,勾起了诸葛锦的伤心处。 可真难啊,尽管是无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,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,这是个计策,是假的,那捉紧心里也不好受。 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,我能把京香要回来吗?要不回来,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? 你说我兄弟,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,各位其主吗? 诸葛锦这人啊,非常忠厚,非常老实,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,所以那哭啊,是真哭。 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,这一问啊,诸葛锦就说了,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了,兄弟。 我现在居家老小啊,都被无主给抓起来了,就为了这京香九郡,兄弟,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? 诸葛锦这么一听,哎呀,兄长,什么叫能不能啊? 我理所当然,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。 您啊,忍一会儿,咱们连饭都不吃了,现在就去,哎呀,诸葛锦一听,还谈什么饭呢? 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,走不走不,兄弟两个来见刘备,见了刘备,诸葛锦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地,孙权给带一封信来,什么意思? 要荆州啊? 刘备看完了这信,啪,把信往桌子上一摔,要什么荆州啊? 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? 啊? 他悄悄的把夫人孙上香给接回去了,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? 他问了谁了? 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香,那荆香是大汉的土地,孙权他凭什么要? 就冲他接回去夫人,这种绝情断意的行为,我就不能把荆香给他,什么? 他要举兵发我荆香,来吧! 诸葛先生,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,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,我刘备也不瞒你,现在我西川这儿,四十一州。 多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,人马几十万,粮草二十年吃不完,我怕孙权发兵嘛,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,我都没怕过他,何况现在,他想跟我要荆香? 我不单不给荆香啊,紫瑜啊,我实话告诉你得了,我现在稍事休整,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,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。 取过江东来之后,我就进兵许昌,他还跟我要荆香呢? 我告诉你,紫瑜,愿意在这儿待着,你在这儿住几天,不愿意在这儿待着,回去告诉他,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。 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。 哎呀,诸葛姐听到这儿又要哭啊,我说皇叔啊,您可不能这样啊。 现在,紫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。 哦? 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,是真的吗? 诸葛亮也哭了,哎呦,诸葛亮哭得可比他恶哭得凶啊。 一边哭着一边说呀,诸葛,就因为我诸葛亮,是连累了我家兄长,害得一门老小,都命在担心呀。 诸葛,您想办法把京香黄给江东吧,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,兄长一死,两棋独生。 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,今日两亿头,碰死在主公价前。 说着,诸葛亮插,把关筋摘下来,干嘛呀,要往那柱子上碰头。 诸葛锦吓傻了,心里说,兄弟,你别碰啊,我这是假的,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嚷的呢,那孙权没给抓起来。 他这,嗨,诸葛锦想这话不能说呀,这是一记我干嘛来了我,等碰时候再说,碰时候再说就晚了。 哦,诸葛锦这为难哦,刘备一看诸葛亮军事要碰头,他也着急了。 当然刘备心里有底,因为预先呢,和诸葛军事把这扣炉做好了,只是瞒着诸葛锦呢。 简言之啊,这就叫斗争的策略。 刘备一看,诸葛先生要碰头了,他赶忙站起来,哎呀,慢了,慢了,慢了,哎呀,军事,你这又何必,诸葛啊,我不得不如此啊,两路不碰死在此地, 我难道说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,家破人亡吗,哎呀,有话好商量吗? 哎呦,诸葛锦哪,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,你瞧我这兄弟,对我多好。 回家去呀,我得好好念叨念叨,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,我这兄弟真不错, 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,那椅子上坐下,把那帽子给戴上,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,哎呀,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,先生啊,紫玉,诸公,皇叔,我也为难哪,你说这怎么办呢? 哎,刘备皱着眉啊,叹了口气,这么着吧,我把京香九郡哪,隔给他一半, 可咱们话得说清楚,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哪,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, 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汉马功劳,也怪难为你子虞跑这么老远,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。 诸葛景一听,哎呀,皇叔,我当然得说清楚。 把诸葛景给乐的,简直都要跳起来了,他万万也没想到,兄弟这一碰头啊,嘿,碰出一半地方来,一半那四个半郡哪,行了,我当然,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,皇叔,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, 你写吧,是哪四个半地方,刘备听什么,四个半,嗨,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,那是这么一说,我只给他三个郡,九郡呢,我给他仨,哪三个地方,长沙,武陵,贵阳,还不行吗? 哦,不过景一听,不是一半啊,合着是一少半。 那皇叔,您看,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,我给你写封信呢,你拿着这信到荆州,先见我二弟。 啊,见关羽,关云长,是啊,你等着吧,说着,刘备写好一封信,把信交给了诸葛景,资云啊,你拿着信到荆州,见我二弟的时候,我可告诉你,那可不像见我呀。 我二弟这脾气,你可知道,对对对,我早有耳闻,我知道,是啊,他性如烈火,你可得慢慢跟他说,说好了,这事还好办,要是说翻了,就让我,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。 黄叔啊,您放心,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,谢过黄叔。 诸葛景真够老实的,他也没加思索,当时谢过刘备,回到管义,诸葛景是立刻动身呢。 诸葛亮君是怎么留也留不住了,您到家住几天呢,我没这功夫了,兄弟,等我把这仨军要回来之后,我再塌塌的来看你啊,我先走了,连夜,诸葛景就翻回来,呵,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,像揣了个宝似的呀, 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,这哪儿是一封书信呢,这是仨军,啊,不留神,能行吗? 他连江东都没回啊,这诸葛景,干活真卖力气,忠心狠狠吧,一口气,他跑到荆州里,想投管义,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,特热闹,管义都住满了,诸葛景也不挑, 找个小地儿忍着,有个地儿就得啊,第二天早晨起来,呵,光梳头静起脸,收拾得干干干净净,衣服换好之后,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,他就想上帅府,见关羽,走到店门口这儿啊,诸葛景又回来了,怎么了,他仔细这么一琢磨,我的个天哪, 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,管不管用啊,啊,我把这信交给关羽,他能把这撒军给我吗? 哎哟,我怎么没好好地想想这事儿,我在成都那儿,在跟这位刘皇叔盯对盯对,诸葛景一想怎么盯对也不行了,人家把信都给写了,哎呀,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? 诸葛景转念一想不能吧,关羽和刘备,那是异性手足啊,桃园结义,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? 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啊,正像刘备说的那样,见他可不像见刘备,一下要说翻喽,甭说仨地方,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, 我不去得了,嗨,诸葛景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,您算算这帮子多远啊,解江东跑到了成都,由成都再转到荆州,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,坐上707日到了,那哪行啊,得费多的劲呢,叫安马之劳啊, 我不去能行吗?去,去能行吗? 他手下的仆人一看,先生,您起了个大早,收拾的这么干净,这么利索,您在院子里这儿拽有什么呀? 哎,我有心事,行了,硬着头皮,去趟吧。 诸葛景咬着牙发着狠,就问帅府来了,来到帅府这儿,有人往里边一声通明。 关羽怎么一听什么? 诸葛景有要事求见。 诸葛景干什么来的? 哼,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? 找死,自己转念一想,不能这样,诸葛景是我家军事的哥哥,应该以礼相待。 关羽在那里,父亲孩儿在此,去带威风,请子鱼先生遵命。 关羽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景先生给请进来,诸葛景一进这大门, 这心就打开了鼓了,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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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心率有点加速。 诸葛景一想,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。 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?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,来到厅堂。 关羽先进去回禀,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。 诸葛景呢,进到屋来,他举目这么一看,心里就一哆嗦,怎么回事? 看这张大红脸,这面如重枣的脸色,再往下这么一沉呢,就透着有点发紫。 诸葛景赶忙上前,二军侯,您一向可好,诸葛景这相有理,诚慌诚恐的给关羽识了个礼。 关羽识还真不错,站起来,以拱手,哎呀,不知子余先生驾到,有时赢雅,当面恕罪。 岂看,我来得太鲁莽了,往军侯海寒。 不必客套,一旁请坐,谢坐。 关羽识给搬过个座位来,诸葛景坐在那会儿,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呀,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? 他也不看我呀,就这双丹凤眼,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,真甚人哪。 诸葛景一想啊,慎人慎人吧,闭了眼睛也比睁的眼睛强。 我听人家说过,说关羽详长得凤幕于文征,就要杀人了。 他可别瞪眼,就这么眯封的眼呆着得了。 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。 紫鱼先生,二军侯,不在江洞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,来我京州,有何贵干? 二军侯,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。 怎么? 是孙权将军的书信,不是,是皇叔的书信。 哦,关羽看了诸葛景一眼,心说这怎么回事? 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了? 哦,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,说着,诸葛景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。 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,全明白了,诸葛景由江东到了成都,找我家兄长讨魂京香。 我哥哥给我写信,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,岂有此理,啪,把信往旁边一摔。 不看诸葛景了,诸葛景一想这怎么回事? 二军侯,您看,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,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魂我江东? 紫瑜说的哪里话来?我奉兄长之命,镇守京香。 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,让我交隔三郡与江东呢? 这是个奇怪的事情,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,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? 我与兄长桃源结义,立下誓言共服汉室,京香九郡乃大汉之江土,寸土不与人啊,甭说要三郡,一寸地方都不行。 诸葛景这时候也有点急了,君侯何处此言? 当初一日京香里就是借我们江东的,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,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。 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,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? 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啊,关于一听刷,残没力气来了。 我讲情面,我这青龙宝剑,可不讲情面,说到这儿灿浪一下,宝剑一出下寒光闪闪,是冷气吸人。 律词